中小股份制银行 中国银行不久前曾在上海推出过一款类似的房贷产品 最低利率也是3.78% 但最近几天刚刚停办了 房贷品种多 选择要注意 其实对于客户来说 选择房贷的最主要的要考虑的因素呢 就是利率的高低 下面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 中外银行房贷的优惠幅度 送保险的优惠有限 相对来说 外资银行中扎打银行的活利贷优惠幅度最大 它的方法是用闲散资金冲敌本金节省利息 假设客户贷款80万 还款期限设为30年 按照目前的七折优惠利率4.158%计算 如果通过活利贷业务 每月有3000元作为活期存款放在银行 则30年付给银行的总利息是30万元 比普通七折利率房贷方式总共节省约30万元利息 而且还款年限只有24年 剩下6年只要保证账户上每月有3000元存款即可 而在中资银行的产品中 深发展的气球贷及类似产品优惠幅度较大 还是以80万元房贷为例 如果是三年期的气球贷月工是3718元 三年付给银行利息总共是8.8万元 比活利贷少20多万元 但需要在三年期最后一个月一次性还款76万元 除了利率优惠幅度对比以外 业内人士还提醒 虽然银行不能拒绝提前还贷 但已经有银行开始收取这方面的违约金了 现在已经有银行对提前还款要寄委员金了 有的银行寄三年 有的银行寄五年 有的一年之内不允许提前还款 对提前还款这一块 客户要在银行签借款合同的时候要格外注意 今天是无车日 少开车的目的是环保 当然环保减少碳的排放 不止靠无车日这一天 也不止少开车这一项 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 一些环保人士正在发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叫做低碳生活 而且越来越受到多数年轻人的追捧 他们被称为低碳一族 画面中的这个女孩叫鱼灵 在北京市百望山森林公园工作 2007年12月28号 她花了1200元买了一片绿荫 这片绿荫能吸收6.72吨的二氧化碳 大约相当于一辆小汽车 一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她也成为了通过拍卖形式 第一个购买碳汇的北京人 您当初怎么想起来做这件事呢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开车 觉得环境越来越恶化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了解到了碳汇的知识 所以呢我就换了1200块钱 来购买一片林子 这样呢 她每年吸收的二氧化碳的量呢 正好能够抵消我一年开车 排出二氧化碳的量 自从购买了碳汇后 鱼灵更加注意自己在平常生活中 减少碳排放 她告诉记者 少开一天空调 可以节省8000克碳 自驾车消耗了100升汽油 就排放了270克